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问题07里面的 如果跨工作表复制资料的话 我刚刚主要重点是在第3页 第7-2里面的第3页 就是Add一个新的工作簿 然后呢 记得就是因为跨工作表 所以来源的部分 记得就是一定要完整的三层架构 第一个是哪个档案 所以哪个档案的话就Wordbook 后面就是档案名称 档名跟副档名 然后呢 它的哪一个工作表 那因为我要复制的是第一个 假设是假班的话 那就Shift假班里面的哪一个范围 OK 所以这个范例呢 其实可以在修改蛮多地方 比如说你将来 假如你要开一个新的工作 新的这个Excel档案 然后你要把不同的来源的档案 通通放进来 其实也可以拿来当合并来用 OK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也可以变化的地方 其实还蛮大的 那主要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是开一个新的Add的话 邮标一定是放在新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不需要在新的那边 还要指定哪个工作簿 哪个工作表 哪个范围 你就直接给它哪一个储存格我要放 那其实就指定它左上角就OK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资料 把它转移过去了 那转移过去 假班就存档 乙班就存档 丙班就存档 这样的话就一个一个就帮我把它存起来了 OK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分割部分 已经讲了好多种方法 所以至于细节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稍微做个整理 因为这个说真的已经算是难度 比起前面的话还要更加倍的困难 OK 那最后的话 剩一点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7-3的部分 那7-3的话 其实主要重点就是怎么样 我们可能要把那个刚刚的这个 你要先做几件事情 先确定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们就必须先把那个问题07 这个范例先关闭 OK 也就是说我们程式要写在另外 所以我把这个档案另存一下 那存档的记得 复档名记得就是说 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启用聚集活跃部 可以把它启用聚集活跃部 然后把它存档一下 把它存在范例档里面 OK 第一个 那这个可能就要把它关掉了 因为我们合并跟分割是不同的档案 OK 所以把它关掉 OK 好 那这个关掉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就另外开一个新的工作 新的工作表 OK 新的工作部 然后将来的话 我们就是把这13个档案 全部都再把它合并 合并在同一个 那其实合并的概念是这样 目前因为我们简单先做一个简单的范例 如果说将来同学 比如说有 假设有好几个月不同的资料 可能你们就自己再稍微变动一下吧 因为其实主要就是那个程式 稍微前面后面加一行 其实就可以做出不同效果出来 只是说你要懂的那个原理原则 首先的话我们总共是确定一下VBA这个目录里面 总共会有13个班旗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的话请你再另外开一个新的 这个空白的Excel档案 所以另外再开Excel 也就是说我今天希望是这样的 我希望开一个空白活跃部之后 然后把VBA里面的这13个工作表 工作部全部都帮我合并在这边来 也就是说它里面所有不管 那它因为里面只有一个工作表 所以我就call一个工作表过来 那如果你有很多工作表 你可以很多工作表一起call过来 也可以啦 只是说程式变成还是要再增加一些些 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重新开一个空白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在这边插入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那当然如果你要把 假设我先把假班先call过来的话 那怎么做 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OK 你们可以开7-3 然后第一段程式的话就是合并活跃部 那这边的话其实总共就是 里面程式主要有四行程式 里面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合并过来的第一个步骤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需要学会的 就是什么 如何开启某个档案 所以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开哪一个档案的话 那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就我刚刚讲的同意有问到 就是我们用的方法就open 所以拿一个workbook.open 后面的话呢就跟他讲说帮我把假班打开 所以这个地方他就去把这个目录 不过特别注意你要先确定 你有没有这个档案 如果没有的话这样发生错误啦 好帮我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那打开之后 这个游标一定就是放在假班里面 所以他打开来了 假设执行这一行 他打开来之后的话 他游标就会停在这边 所以呢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里面呢 他里面只有一个 所以他里面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就是去的1 指的就是工作表1 点copy copy到哪里呢 copy到这一个 这个的话叫活跃步1 不过因为有取巧 因为如果我要给他一个名称的话 当然你可以叫活跃步1 不过你可能要先存档 给他一个名称 因为我现在取巧 直接里面就 因为目前只有开一个 但如果将来如果你要开一个以上的话 那会可能有错哦 你可能要改一下 那这边的话就是帮我把他 把这个call到这边来 call到哪一个呢 call到这个after wordbook就是第一个的后面 OK 指的就是这一个的后面 帮我把这个call过来 那call过来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呢 他的名称 在这个call过来的这一个呢 名称 我可能要把它重新命名一下 call过来的名称叫什么 call过来叫做假班 所以特别注意 我这边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我先开假班 把它call过来 是不是 F8好了 所以第一段 开启假班 open open 把它打开 然后帮我把它call到 那个我的活跃部1里面去 就是我刚刚开的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关掉 因为其实打开 它主要的作用是打开 call过去就可以关了 所以把它关掉 好 然后呢 把这一个 目前活跃部call过来这一个 把它重新明明 叫假班 OK 好 那这样OK了 那其实一样的道理啦 如果你做一个OK 那其他的部分 也当然OK 不过就是你需要有13个名称 那13个名称 前面我们是有个清单 不过现在因为没有清单 所以怎么办呢 我就用正列 所以这一题的话 我把合并的部分 那我就用正列 所以这里的话 第二段程式就批次合并 那批次合并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是把刚刚的这四行外面呢 再包一个回圈 回圈的话呢 就是说呢 把刚刚会改变的这个地方 假班 有没有 跟这个假班 总共有三个地方 改成什么呢 改成那个正列的位置 OK所以第一个 我就先把正列产生 第二的话呢 for i 等于0 因为位置从0开始 到u-bound u-bound指的是它最大 最大就是12 所以0到12 OK 然后把这一段程式 复制到for回圈里面 然后呢 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sheets i 有没有 所以这边原来是 这个地方 本来是什么 这一段有没有 我把这一段呢 把它复制到这边 这个回圈里面 然后记得按一个tape键 然后最后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什么 这地方呢 改成 双一号 两个 双一号 移到中间 and两个 再移到中间 把这个改成叫做sheets i sheets 小刮弧i 小刮弧 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它就会按照回圈 并且把and的符号 前后加空板 也就是把这个阵列呢 串在这中间 然后这边一个 然后另外还有 假扳这边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的话呢 一样就是把这边 前面串一个mysheets and 因为它前面没有东西 所以就串前面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这里 然后这边的话呢 就是叫mysheets 所以主要是改这三个地方 其他都没动 OK 那我们来试试看 所以呢 做完之后的话呢 那也要把假扳先删掉 看能不能合并成功 如果合并成功的话 那基本上就OK了 不过合并过来之后呢 最后可能还是要再把第一个删掉 因为这个是多余的 把这个删掉就OK了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按F8 正列嘛 然后open一下 open假扳 然后帮我把假扳抠过去 抠过去之后再关掉 然后再把它改成假扳 OK 所以其他都一样 所以再假扳 再来乙扳 再来丙扳 依次类推 当然呢 画面会闪动 所以你可以用application.screenupdating 把它关掉 画面更新 这样会跑得比较快 好 那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一个一个的就合并过来了 所以最后看到的 应该就是最后12个工作 13个工作表就通通call过来了 那只是说它的位置顺序不对 不过没关系 你就自己再把它移动位置 最后就是再把第一个怎么样 删除掉 就完成合并的动作了 至于程式细节 请各位再参考一下7-3的地方 因为今天的话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然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次的话我会再把这个做个结尾 OK 那底下的话有一些其他的写法 那我们再把重点再说明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我想时间也差不多 不然我们今天的话就先讲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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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